两年一度的华太平洋今年27号登场 将一路持续到8月1号 今年有29个国家开演 包括40艘水面舰艇 3艘潜舰 14国陆军部队 150多架飞机 以及超过25000名官兵 规模比2022年更为庞大 本届重点之一 是以实弹集成一艘4万吨的美军退役 两栖突击舰塔纳瓦号 被认为是得验证美军与盟友 打击中共两栖攻击舰的能力 因应中共武力攻台的可能场景 但与此同时 台湾的军事粉砖台湾ADIZ指出 27号上午约9点 记录到美国空军13B哨兵空中预警机 通过台湾南端与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 进入台湾的西南空域 因为今天开始完太平洋群演 在夏威夷海域展开 那中国大陆跟菲律宾之间的 这个小型的军事冲突 也在最近6月17号也都爆发 所以美国要去掌握这相关的 军事上的动态 中华民国空军前副司令 张延廷中将分析 13B空中预警机 能力用于台湾现役12K 美军12D 如果属实 可能是要执行战略广域征搜 他虽然在台湾的西南空域 但是这整个区域都是他侦查的范围 所有电磁的频谱参数他都可以做收集 不管这些电磁频谱对空搜索 对海搜索的雷达系统 还有地对空飞弹的电磁频谱 他可以多都可以做深搜 张延廷表示 13B空中预警机很少到台湾空域 过去美军到台湾周边 大多是P-81反潜侦察机 EP-3电子侦察机 RCE-35高空战略侦察机等等 新唐人亚太电视持千里 张东旭张祺林 台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